宝宝的吃饭问题,一直都是让妈妈们最头疼的事情,特别是现在这个季节,妈妈们总是跟我说,宝宝的每一餐腐蚀,我都用心在做,但它却一口都不肯吃,像撬开宝宝的嘴巴,菜,难,聊。 好,现在的太阳像个火球一样,宝宝的活动量却丝毫没有减少,依旧跑来跑去,弄得浑身汗淋淋的,所以宝宝不好好吃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被咱们忽略了,那就是缺心,宝宝缺心,就会陷入缺心吃得少更加缺心吃得更少的恶性循环中,所以夏季补星很关键,说起补星, 卫类中隔离的含心量可是嚼嚼者,而且还含有丰富的钙,脚,吸得人体所必需的营养元素,今天我用隔离作为主食材,再加上大米,小米,胡萝卜,西兰花,这样的食材它配煮粥,吃粥变得超级鲜美,而且看起来五颜六色的特别鲜艳,宝宝光看着就只有食欲了呢,食材营养均衡的它配,喝笔光喝白粥, 食材营养均衡的营养密度高不少了,五彩隔离粥,食材,小米10克,胡萝卜5克,西兰花10克,隔离曲粥6克,宝宝粥米20克,参考月龄,12个月以上,提示,适合对本食材不获米的宝宝,图文菜股步骤 一,准备食材,小米10克,胡萝卜5克,西兰花10克,隔离曲粥6克,宝宝粥米20克,二小米提前浸泡一小时,浸泡后的小米能煮得更加软辣,方便宝宝水质与香化 三,洗净的粥米和浸泡好的小米,倒入奶锅中,再倒入500毫升清水,这里的水最好一次加足,后面再加水的话容易水中分离 四,大火滚煮20分钟 五,硬洗一锅,清洗好的隔离倒入放有酱片的冷水锅里 隔离在煮之前要用刷子清洗表面附着一个密砂等杂质 虽然我们只是用隔离肉,为了卫生起见,将清洁工作做测地 宝宝吃得更高兴 六,煮水质可看后再煮两分钟 不干嘴的隔离说明是不新鲜的 妈妈们不要强行打开,建议直接丢弃 七,焯好的隔离,捞出冷却和纸瘦,去掉内藏沙脑 隔离的内藏有很多的脏东西,给宝宝吃的时候一定要去掉哦 八,隔离肉剁碎 隔离肉不太容易消化,建议妈妈们尽量剁得细碎一些 九,并洗一锅 水开后,倒入胡萝卜焯水五分钟 再倒入西兰花捉水两分钟 由于猪菜的耐煮性不同,所以要跟才捉水 十,捉水后,西兰花去耿剁碎,胡萝卜剁碎 十一,粥锅中,倒入隔离肉,煮十五分钟 妈妈们要边煮边搅拌哦,以免糊锅 十二,再倒入准备好的蔬菜碎 十三,继续煮四分钟 煮至熟透,妈妈们要边煮边搅拌,以免糊锅 十四,出锅了 好香哦,很简单的做法 味道和营养却不易吧 口感味佳,浓郁鲜香 真的是一道色香味俱佳的腐蚀 宝宝吃一口就停不下来了 天家要你,隔离肉气甜剑泡好 确保土砂完毕哦 隔离的土砂小法 妈妈们最好玩小伴要点海盐水 再加点盐浸泡二到三个小时 就可以土砂干净了 粥里面的蔬菜,妈妈们可以根据宝宝的口味 或者家里现有的食材来替换我 黄妈说,夏季宝宝容易缺心的原因 一方面是天气温热 导致宝宝出汗量增多 体内的新元素就会随着汗液大量排出 而另一方面 夏天也是宝宝腹泻的消化疾病的高峰期 会带走宝宝体内更多的新元素 所以夏季特别需要给宝宝多吃一些含鲜量丰富的食物 像海产品,瘦肉,蛋黄的,都是清晓能手哦 夏天,妈妈给宝宝的腐食中抱鲜 才能让宝宝吃得更开心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文TG 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